跟長寬營造的一個影像 那另外呢 至於會不會影響到明天的一個市營運 那西萬道西市這個路段 工程已經競工 而且獲得交通部禮堪 取得營運席者 那這一部分 我們明天還是會造成進行市營運的相關作業 那其他工程的進度會進展什麼 整個統包工程目前的進度大概完成85% 那我們會持續沾桿進度 那也希望說按照相關的這些規定 請靠我們進度接手 然後來完成後續的這些所有的工程 所以明年的工程會有比較大 目前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還是會朝著行政業核定的時程 在明年中完成西萬道西十四 第一階段8.7公里的一個路段 主委我們現在指出部分的什麼工程 那我們的瞭解是 目前的整個整個輕軌工程部分 卡湖所辦的機電系統 那目前是持續的施工 那長頭的部分 土木工程那是從昨天開始 十四號開始 還以一電三天的停工 那就十四號到十六號了 整個工程的一個進度 大概按照目標概算到九月底 大概是落後百分之十四左右 所以只停三天嗎 他現在推換說只停三天 對 停三天也是要報名 對 就等於三天有沒有反應更好 對 我們了解 我們了解 這是